舟季棒棒鸡 历史悠久 早在清朝末年间 由舟营发是创于营京县 是地方名小吃之一 料鸡 虚选当地土鸡 有属乌骨鸡为罪 在烹饪中保持食材的原味 是一种宿面朝天的鲜美 主鸡 需要新品契合以及耐心 等火力渗透 水温消散 只有在一个极为微妙的时期 才会呈现出酥到骨子里的焦嫩口感 鸡的各个部位必须完全破开 即使最小的部位也要断筋错骨 一刀一磅 鸡肉切得薄如纸片均衡一致 皮肉不离 刀刀剑骨 全鸡肉片叠成书面拱形 或复原金凤卧巢 配上独特的调料 磷洒经验 这是洲际棒棒机最显性的味觉标志 洲际棒棒机历四代艰辛 容百年记忆 自成一绝 而这些所有充满想象力的转化 形成了称作文化的部分得以传承 到这些转发明的图表 超级不知的 独特的谈刀 这些图表 更多的图表